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9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谁是青海省康雪梅副总经理,与性病食品丑闻有什么关系,些都是刚刚开始,黑利益集团,黑警察,菲律宾女保安欺民贼,害民贼,餐厅通奸,我也是,七灵夫家报康雪梅青海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经济聚焦,通用航空公司, 当青海遇上阿拉斯加康雪梅说 目前贵德机场项目进度最快,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基础上,项目立项,可言等都将进入实质阶段 小飞机遥翔世界乌己不适梦,世界上绝大多数游客可能都会对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自然奇观赞叹不已,却并不知道,在中国青海的八一冰川有比大峡谷景色更加壮观,许是罕见的风光,只是因为我们缺少能为游客提供更有效,更便捷的交通工具, 康雪梅说起青海深度旅游的短板,不胜唏嘘 关于青海省青海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康雪梅的传闻有匿名人士提供消息,匿名人士听说温哥华有传言 关于青海省青海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康雪梅的传闻海外有关系,据没有经过他本人确认的信息,在温哥华飞机场附近BC某某大学的餐厅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看上去有90%高度相似度,死女性与副总经理康雪梅姐妹的K姓女士很相似, 匿名人士称,听说康雪梅的丈夫坚决反对餐厅性并食品丑闻 为此和涉嫌丑闻的K姓女人翻脸了,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茶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谈 梦斋致意,匿名人提供性丑闻和食品安全丑闻爆料的消息,请免费订阅海外华人直播的频道 有的信息是道听途说,不代表本台立场,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新闻来源,经济聚焦,通用航空当青海遇上阿拉斯加来源,青海日报2016年7月6日 我想对于很多不太了解朱令案的观众能否请您首先用几句话来非常简短的概括一下这个故事 先说朱令这个人,她是清华大学1992级的化学系物理化学与仪器分析班的这样的一个女学生 原本是一个万千宠爱于一生的非常幸运的姑娘,父子母爱,性格非常开朗和外向 然后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出类拔萃,聪明,博学,多才多艺,她弹奏钢琴和古琴 然后她是女孩子们都非常羡慕的那种姑娘,高挑,修长,皮肤白皙,面容清秀 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一路都是学霸,是那种非常耀眼的那种女孩子 那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悲剧的话,此刻的她应该已经到了美国,到了欧洲 成为一名颇有成果的科学家,可能还有幸福的生活和其乐融融的家庭 但是在21岁的这一年,1994到1995年,她受到的命运的眷顾是戛然而止 1994年的12月,她第一次神秘的病倒了,住院了几个月之后有所好转 95年春节之后,三月份,她就坚持回清华去返校 结果第二次病倒,这次非常的严重,她住进了协和医院的ICU 深度昏迷将近半年的时间,当时中国最好的医生们束手无策 不能够确诊她到底是什么病,然后她的高中同学们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如此漂亮和优秀的女孩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他们想到了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 很少人听过的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 这是中国的第一宗互联网求助案件,很快就得到了血片一样的回复 很多的医生给了一些就诊的意见,然后他们重口一词地提到了 同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叫做塌,就是左边是金字旁,右边一个第三人称代词 这个金属元素毒塌,这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金属元素,它的化合物是无色无味 极易溶于水,但它含有剧毒,人一旦中了塌毒之后,那个症状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肢体剧痛,大量的脱发,视力全盲,对于大脑神经和肌体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侵害 那清华大学当时是断然否认朱令有接触到它的任何可能性 协合医院不由分说,没有经过任何的检验,也就排除了这种可能 于是朱令错过了最佳的就诊时机,那当终于历经波折之后,她被正确的检测和确诊 医生们终于开始对症的去为她解毒的时候,已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那最终解毒了,她的生命得以保存,但是她永远失去了曾经的灵动和美好 她双眼全盲,下肢瘫痪,语言能力几乎不复存在,智力只剩下几岁的小孩的水平 这是朱令中毒之后的25年,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5年 这个神秘的案子就一次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网络的焦点 接着又一次又一次的被人们淡忘 现在的朱令和她年近八旬的父母住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疗养院 那么这就是过去这25年关于朱令大概的故事的脉络 那么您为了写这本书做了很多的研究 您认为就是简短的说一下用协和医院还有当时警方在处理朱令案件的时候 各自有最大的失误您觉得是什么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感到好奇 就是您在为这个书做这个调研的时候 是不是遇到相关单位的阻力呢在做调查的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协和警方啊还有清华 就像我先提到的就是这些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单位在中国都是权威 那么作为普通公民你去挑战权威 这是就可以想象的是非常艰难的 朱阿姨就曾经说过在她和协和博弈的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信息这个太不对等了太悬殊了 就感觉是大家比如说家属的心骄如焚 朱令的高中同学们北大同学们得到的这些信息 还有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些压力 包括新闻媒体的压力都像一个个拳头 没有用的打在了那个协和的厚厚的傲慢的外壳身上 因为协和会说我们是世界级的医院 我们是最高水平的 你们不懂你们是外行 你们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去干扰这个抑制的过程 那作为家属很害怕因为女儿是要在这里治疗的 这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 那他们就不敢再去表达了 那清华会觉得学生出了事 你知道在中国很多单位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就是先捂出了事以后先捂先遮 不要让事情出去 因为家属不可外扬 然后先想的是怎么撇清责任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比如说毒物管理是否失职 比如说保护现场 在1995年的4月29号 当时已经知道朱令是被投毒的 朱令的家人去跟清华派出所报案之后 清华却说我们没有能力 安排同宿舍的人转移宿舍去封存现场 而是过了7天之后才去报案 才去采取相关的措施 这造成朱令的误品 非常关键的误证 两次遗失 那已经永远错失了这样的一个破案的机会 那包括警方或司法体系 这个后面的权力的博弈 可能就更加是难以想象 但是因为不够透明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环环相扣 就是朱令好像很多倒霉的事 都让他遇上了 他是一个个体 却也折射了这个大时代 和大社会的很多的变迁 如果我们的社会中的每一个单位 更多的能够去尊重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一个普通个体的生命 这个家庭的尊严可能情况会不一样 谢谢 希望有独立机构或者皇家骑警 深入刑事取证调查 匿名人士用良心提醒 受害消费者要长期保存收据 因为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神耐完虽 你得不甘出 你得不甘出 对 声谢谢 mare 他们 Hay 有 是 是 Marina Mist 你能不能追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 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 顾客最喜欢的是鲜虾水饺和石头饭 到英计时驾点餐送葱油饼 请不吝点赞助